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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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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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去弄车也不例外 所以第一次进厂的时候 洗了蝴蝶眼 然后我拍片去了拿车 在第二天包肥男开车上班的时候 已经再次死火、疾油 兼且再上了引擎灯 在第一次进厂的时候 师傅说他驾过试过车 都没有发现死火或疾油问题 很可惜我们自己一驾上手 已经试得到这两个问题依然存在 如是者我们再联络车房 然后转过头又驾回车 第一次进厂的时候 我们用了850元 可能因为他们有第一次进厂的经验 第二次进厂我们就放下了一部车超过一个星期 首先他们由电池开始入手 就说有机会在电池影响到车变了这样 不过据我们了解 上手车主也是在半年前才换了电 还换了银电 当然我们能找到车房 放了一部车给他 都是会信任他们的判断 所以我们就照听他们说 换了银电先 换一换了银电 我们就买了580元 但未算人工 可惜换了电后 车房就反映他们再试过车 都仍然会死火加疾油 即是代表我们又要进行下一步的修理 然后轮轮轮轮轮轮到O2 sensor 其实我们本身对O2 sensor 没有什么认知 因为我很少听过O2 sensor 我们也是经过不同的师兄留言 才知道原来O2 sensor 会影响到喷油和转素 我们自己回家的时候 也有上网码研究一下 到底什么叫O2 sensor 于是者 我们就继续给车房去试试 换了这个O2 sensor 究竟可行不行 最后很幸运地 终于换完O2 sensor 就真的再没死火的情况出现了 而我们今次换了新的O2 sensor 就用了800元未算人工 我们今次第二次入厂 埋单就2730元 未计之后实报实销的有钱 今次总共历时两个星期 出入了两次厂的旧阳维修行动 我们就用了3600元左右 在7月的时候就做这个维修 所以其实7月尾的时候 车已经正常运作了 虽然车仍然会宽油 但没有了这个起步死火问题 已经好了很多了 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那时候入厂 最后丢收 发现整件事好像不是那么关键电池 其实那时候上手车主换了的鋁电池 就白白犧牲了 我们现在换了的是普通电池 不过也没办法 车房始终要逐步逐步去试一下 看看有什么问题 所以它换了电池也有它的原因 所以也不算是什么损失 当买个安心 又真的换了旧身电 这样 那最后我们今次去车房 维修车的经验来说 首先我们第一样想分享的东西 就是如果它有单可以给到你的话 那你就可以尽量留下单 你自己可以留下一个记录 如果就像我们这样 要进两次厂的 起码可能你可以很明确地知道 你第一次进厂的时候做过什么 第二次的时候就不用再重度复切 这样做同一样东西 第二个小分享就是我们修车 去拿车的时候 也记得在师傅面前 查清楚车是有没有什么问题 例如螺丝有没有收拾 本身正在做的东西 或者本身属于你的物件还在 这样 查清楚才再拿回车走 那就不会口同病 有什么问题 多谢我们也有观众去关心一下 我们的羊的情况 因为我们始终买了一架 EON这个牌子的冷门羊 不是这么多地方设置 或者我们都好像很难DIY 所以大家也很好奇 究竟我们能否做到这个羊 或者我们会不会拿去做的 就是这样 如果大家对于车房维修 或者对于我们现在换的 这个Auto sensor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知识 可以分享给我们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也想从你们身上学更多东西 增长一下自己的知识 增广见闻 就是这样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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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